好的,你现在就要花七千块钱买一台电脑 但是看看这么多选项 冷静,冷静,我会帮你的 要给你的孩子买个上学用的电脑吗 这个视频适合你 有我在,有我在,有我在 我现在需要六个人 你有七千,你有七千,你有七千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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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买电脑 我会给你打分 你要上大学了,买台电脑 好吧,来看看这个 现在的13岁小孩都不买游戏机了 他们反而会买电脑零件 然后自己组装成一台强劲的计算机 你从做这些,到做这些 你唯一需要的工具 螺丝刀,预盘,网络 我知道你至少有一个 买好了吗,好 每台计算机有四个主要的组件 CPU,选卡,内存和硬盘 这是他们的功能,这是他们的用法 我讨厌做这个稿子 我们的目标是 这个电脑要撑八年 你买了什么 哦,我买了一个手机 你又买了什么 哦,我买了一台2021版的中等Mac 不是Mac Pro 那个东西太贵 你他们为什么买这种东西 就开始来可以完成我的工作业吗 所有的电脑都有一个CPU 像是大脑 手机里的是ARM版的CPU 但是这东西是X86的CPU 我有APP,我有软件 他们不是谁更好 只是名字不一样 我知道这有点过于简化了 但是ARM有点像这样 X86有点像Naya ARM,手机上放了这个傻屌视频 X86是设计了手机 创造了Youtube 制作了这个视频 我会用剩下的时间来瞧瞧你 待在这里 不要走 我去,那个妹子还好吗 闭嘴,她没问题 你电脑呢 我买了个华硕 好多数字 还有一个,呃,插吧 我从笔记本里面把散热器取出来了 我不是开玩笑的 查一下型号 当你产生热量时 散热是必要的 啊,散热我无所谓 反正电脑也能跑,对吧 不不不不,你现在什么都干不了了 看看这个模拟,她花了我一个月 这才是排热的好方法 水冷 是的,水冷 看里面 好方法是散热管,散热片,风扇 好的笔记本都能做到 这个吧,呃,还行 没有散热管,但是有散热片和风扇 不怎么样也不怎么差 这是经典的方法 ARM CPU就是这么做的 我称这个为过时计划 我来解释 哪台笔电很糟糕 你想打开这些笔电吗 不想吗 好吧 第一步,射陷阱 第二步,下载会导致发热的程序 第三,希望他们不会用以下方法把笔记本冷却下来 第四,每两年换一台新的笔电 我跟你说了要八年兄弟 现在来结算吧 三台电脑,一台游戏主机,月费订阅服务 我给你六十分 下一个是谁 我给你一千美元 然后你花了五百去买游戏 没事,我一样 所以我经过了这些笔电 看了看CPU 两核,RAW,四核 呃,八核太多了 所以我买了一个六核的笔电 不要让外观摆你骗了 好,这个才是个散热器 这台电脑才会充八年 两个冷却凶置 两个,CPU和显卡 通常电脑CPU和GPU是在一起的 会发热 可以将它们分开 单独的电源,单独的冷却 效能更低,而且更重 但是这个肯定会比这个更长寿 没有订阅费 游戏会更便宜,因为没有版税 它最初是更贵 但是用一段时间以后,还是更便宜的选择 什么? 你说慢是什么意思? 你有没有出过城? 你还从来都没有出过城 这都四岁了,老兄 哦 看来核心技术不是一切 笔记本电脑风能有这么多 Xbox这么多 桌面这么多 笔记本CPU桌面CPU 相同的数字 但是非常不一样 你花的7000块人民币将会 5%到30更慢 好吧,我理解 有些人住在大学宿舍里 经常坐飞机的 遭受巨额进口税的 几乎无家可归的 我不偏见 拥有桌面是不可能的 这个极其重要的工作材料非常重要 要保持 小心 看来赔大了 要买个新的吗? 不 去维修店 这个400 这个1900 这个卖掉 翻新 这个环境好 现在就在用这种翻新过的笔记本来录音 你可以在淘宝上买到 给你75分 那我的笔记本呢 归我的 证评说 有三种适合这个类别的笔记本电脑 下一个 你买了什么 我不会揍你 呃 我买了MacBook 8个核心和8000兆字节的内存 它们是同样的数字是完美的 我给你讲讲一家名为John Deere的公司的故事 他们是一家美国拖拉机公司 你好农民 你的生活依赖在一个 跟三个兰博经理一样贵的机梯上 你刚放松一会儿 没问题 你知道如何解决它 3000元修复费 哦耶 嘿 我们的技术如此先进 我们放了它计算机 如果你尝试修复它 它就会自爆 你修复好 什么鬼点GPG 我可以闭着眼睛 把脱胎机拆开再放回去 我现在就需要修好 不然我的装甲会枯萎 请将您的狗屎发送给我们的经销商 让专业人员来 嗯 是的 你要花7万块钱 你妈的我自己修就好了 不 我们去了政府 现在就是违法零件 伪金品 我们还谎称提供了原理图 你想黑我们的设备 等着吃老饭吧你 大哥 这他妈是我的东西 修不修我说的算 哦 看看谁来了 苹果 对 我们都折腾过自己的电脑 我们来就是来毕掉这个法案的 嘿大家 都还好吗 电脑即刻 我去 你们来这干嘛 对呀 我一直为了这个笔记本找零件呢 比如这个CD3217 但是天才八这些人 喷着托末星子跟我说 呃 去买个新电脑去 我敢焊上一个芯片 就纷纷秒被起诉 万恶的资本主义 他们利用公权收割我们的自由 扼杀了自由市场 产能过剩 需求不足 然后超量排放污染环境 就为了攒钱 顺便说一句 这就是内部拉斯加州的现况 其实软件和后门安全都做得很好 他们不会什么都干 因为那不是他们的用法 他们就是白瞎了自己的硬件 三星说 好 我们这也不带收剑器 对 你们互相比吧 去去去 我买了台台式机 上面还有一个酷炫的冲突 必嘴 开始认真了 你看的电影 你玩的游戏 用过的软件 你住的房子 你用的手机 事实室 工作室 工厂 工程公司 都大量的购买专业的笔记本 台式机 和服务器 然后各个团体的工人将设计 你的世界 这是他们雇佣人的地方 我拿这个模拟来举个例子 你可以直接做 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 毫无限制 如果我试图这样做 这台笔记本会突破的死机 我很讨厌用这种东西制作视频 技术上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会花费我两倍的时间 如何下载CAD模型 如何计算流体力动态模型图 如何将计算流体力动态模型数据导入Blender 如何使用Blender 如何在Blender中建模 如何导入CAD模型 如何模拟水 如何渲染水 你都可以做到 我都不用想了 哦对 我的台式机可以处理更多涂层 这是我的仿山寨版头发 我YouTube上的粉丝都知道这是用来干嘛的 哦还有更多 仔细看 台式机使用1995年制定的标准 损坏了更换它小菜一碟 300块钱 你可以修 他们也可以 对维修商店说是小菜一碟 你这电脑用了几年 8年了 8年 对 这是我奶奶的电脑 你打开过机箱吗 没有 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 哦 no 这是你奶奶 你TM不能买个骨灰盒吗 你这电脑响吗 应该确保你们的情况 维护它 我建议600元笔记本电脑 6000元台式机 甚至可以远程控制你的桌面 我给你85分 不错 剩下最后一个人了 好迷你 对不起 这个人买了一堆零件 并组装了他的电脑 不 这太难了 有点 还行吧 是有点 我不会推荐所有人去做 有一次我用视频通话 协助了一个新手组装一台电脑 很多人在网上看教程 他们突然什么都知道 然后在店里购买一堆零件 或者用信用卡网购 而且了解如何修理 这全都是谷歌 来看好了看好了 电源故障 显卡故障 这就是个病毒嘛 我去重装我Windows系统就行了 这就好比你有台新的电脑 而且还是免费的 我是个显示器而已 他都不算是电脑 你们多少人会因为笔记本平坏了 就买一台新的 是的是的 还有 这是其他人帮你组装的吗 没有 他在组装上省了500元 是不是那种会修自己车的人 这个0.65升的 可以试做一下吗 我有一个0.25的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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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你Windows花多少钱买的 我在垃圾场的一台旧电脑里找到的 垃圾场 我那个去 兄弟 这是什么鬼电脑 四个硬盘 你不会真的花了七千元吧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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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你到底有没有 我给了你七千块 我听你讲 我做的地方物价没有你这么便宜 我把所有钱都打在这鬼东西上面了 我还买了一个不断电系统来防止 呃 断电 其他东西都是从垃圾堆里找 其他东西都是从垃圾堆里找 硬盘是从花脚笔记本上找 这些鬼引键是从垃圾厂找 有显示器这台电视 出门只能提摩多 你都不发现我们在生活 好吧好吧我知道了 你有能力值得更好的生活 那你一般买游戏花多少钱 没有了都是盗版 哈哈 没办法 让我看看他的电脑 看这个散热器 八个核心的CPU 32G的内存 专业显卡 哦 老显卡 对显卡市场很糟糕 他钱花得很明智 我给你100分 干得很漂亮 老显卡 你对 老显卡 你怎么打得很难 我给你100分之间 没有 尤其是 老显卡 我给你100分之间 有 看 het 大家好,我是 CS Ghost animation on youtube, 这是GMDN 大家好,这是CS Ghost,我是GMDN 没想到这钱是什么线上了我的头说 这个是 pretty annoying, 但希望你喜欢这个影片 不知道你们在做什么吗 但希望你们喜欢这个视频 我已经花了14周年了这个视频 三周三周到3周到4周 他用14个月画这个视频 三个月翻译 这些都是帮助我们翻译的人 谢谢大家观看 再见 我们下个月下个月 那我做了很可爱